大家好,刚刚获得消息,乌克兰政府已经证实乌克兰武装部队一架无人机空袭了埃达尔护照办公大楼的屋顶 现场的视频以及照片也公布了 从这个现场的图像来看,该办公室签证发放俄罗斯护照的办公室已经被完全摧毁 袭击发生在午夜,目前没有人员上网 获得该消息以后,俄罗斯总统普京目前在远东与绍尔古和格拉西莫夫已经开始了紧急的闭门会议 乌克兰现在正在对赫尔松州发动反击 主要原因也是赫尔松州到9月11日有一个公投 911公投加入俄罗斯联邦 赫尔松是俄乌战争开战初期俄罗斯最早占领的乌克兰城市 为了取得统治合法性的俄罗斯一直希望赶紧在当地扶植地方政权 以及用全民公投取得合法地位 计划9月11日举行公投 加入俄罗斯联邦 今年5月俄罗斯试图对赫尔松举行公投 但是当地的反抗声量很强 民众多次组织暴力示威伙动 7年7月 乌克兰发动了对赫尔松的小公摩反攻 取得了赫尔松市周围的几宿村落 8月份又以海马斯打击安东诺夫大桥 随后乌克兰方面还宣布参加俄罗斯进入赫尔松和扎布热公投的乌克兰将面临12年 也投毒 我之前给他报道过 已经挠死亡了 进行投毒暗杀 所以现在赫尔松 可以说整个局势正在发生一个巨变 现在普京很有可能在远东也会发表新的公告 新的电视讲话 很有可能会宣布赫尔松公投会暂停 这个消息也得到了赫尔松地区的居民总署副局长基利尔斯特雷穆索夫的证实 他昨天在60分钟节目中也证实了 他说关于乌克兰全民共决加入俄联邦的公投 很有可能在赫尔松地区被暂停 他说我们已经被投票做好了准备 我们希望在不久的将来举行公投 但由于目前发生的所有事件 我们将暂停 这是斯特雷穆索夫昨天在电视节目中公开表示 所以赫尔松的公投很有可能会终止 那么现在普京在远东 他现在与俄罗斯国防部长邵伊古 总参部长格拉西莫夫正在举行闭门会议 正在研究赫尔松州的军事以及政治形势 很可能未来会发布最新的一个声明 我也在等最新的消息 乌军现在对赫尔松公投场地 包括这些公投场所很有可能发动袭击 特别是无人机空袭 甚至不排除用海马斯对公投的现场进行轰炸 所以现在赫尔松当地的行政部门 为了当地老百姓安全也不可能组织公投 如果公投的话 那乌军轰炸 那这些参与公投的人都会被炸死 重大治安事件 所以现在来看赫尔松州很有可能会暂停公投 那么乌克兰南部地区会出现一个新的变化 最后呢我谈谈我的看法 这个公投的暂停呢 我觉得对俄乌这个谈判来说也有好处 如果俄罗斯能够暂停这个公投 也就是说乌克兰还有可能会坐下来和俄罗斯来谈判 所以这也是我之前给大家汇报的 基辅方面很有可能愿意与俄罗斯谈判 所以俄罗斯也会退一步 就是我先不加入赫尔松州 我先不组织赫尔松州的公投 来换取乌克兰坐下来和自己谈 基辅方面呢 实际上现在也有意义和莫斯科来谈判 因为现在美国的这个军事援助没有到位 美国虽然表面上说 我支持你几亿美元几十亿美元几百亿美元 但到位的很少 而且呢是明年后年大后年才能到位 对乌克兰来说 现在呢他急需国际援助 那美国的援助又不到位 乌克兰方面现在呢 想利用和莫斯科的和谈 利用赫尔松的反击 获得一些筹码 莫斯科方面我觉得这次能够停止公投 也是和基辅方面释放一个善意 所以呢我觉得普京未来呢会宣布啊 赫尔松中的公投会暂停 这是基辅方面和莫斯科方面达成的 我觉得达成的第一个 第一个默契 这应该叫默契 就是我也不举行公投 那咱们先来谈 先来谈停火的问题 虽然莫斯科方面也知道 基辅方面这个和谈 目的就是拖延时间 但莫斯科方面也有意 跟基辅方面和谈 也保证自己在赫尔松州 在顿巴斯地区 获得相应的地缘政治一些利益 特别是在顿巴斯 还有赫尔松地区 俄军他的前线人力也不足 包括在赫尔松 他的后勤补给也出现困难 昨天给大家讲了卡霍夫卡 那个水坝大桥也被炸断了 所以俄军现在向赫尔松 整个的后勤补给已经中断了 只能靠空降兵 靠空降兵空投 办要补给物资 所以俄军现在呢 我觉得总仓部包括格拉西莫夫 包括少爷谷国防部长 其实也知道赫尔松州这个困难 所以普京现在和少爷谷和格拉西莫夫 正在研究 应该正在研究赫尔松州最新的一个局势 很有可能会宣布赫尔松公投的停止 这是我个人的判断 还有一点的事情大家没有看到 就是普京呢 即将参与这个G20峰会 如果俄罗斯在乌克兰问题上 没有释放善意 赫尔松州还独立公投 那么普京在G20峰会上 我觉得普京的压力会巨大 另外在G20峰会上 俄罗斯成为重使之地 所以现在很有可能 普京会等到G20结束以后 在赫尔松州会有新的行动 G20结束之前 赫尔松州现在很有可能会 保持一个现状 不会继续公投 而乌克兰方面会在赫尔松州 保持一定压力 那么俄罗斯总统普京参加 G20峰会 他在国际上 在政治上就有可操作的空间 这个大家理解了 所以你可以看啊 这个战场情况和地缘政治 和大国之间 在国际政治间的这种操作 也是有关系 这是我个人分析 咱们还是等普京最后的公布的声明 我也在一直关注 那么如果有最新的消息 我会第一时间给大家分享